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是中国共产党由若变强 转败为胜的重要13年 把延安作为第一个 第一点来的冲事所说明了的国民 延安的重心 实际就是对延安精神的重心 对初学家的重心 他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打通了历史和现实 当前和未来 他系统地全面地回顾了 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奉斗 斗争十三个春秋的光荣历史 光荣传统和原谅作风 尤其是对延安精神的四年内容 非常详细 精准地进行了一个尝试 二十大召开之后 我们总书记带领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 我想这也意味着 延安精神也将会成为我们 走向新的心理的一个精神动力 和不竭财富 这是我们的许多老同志都是能够配下来爱乎的一些东西 但是今天请了有各位的深刻各位的情节 特别才对我这个资历更生 艰苦苦度 这个传家我永远不能就要踏踏实实地干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以后 我感觉到我身上的担子 可以说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要用心 用情 用力 讲好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故事 更续红色血脉 让延安精神 在新增城上 发挥出 磅礴伟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